你尽量你有聪明 但你也会记得牵你 一个人哪只是聪明担不高 因为整体冠军的平衡 所以你是尽量的聪明 都以问你会就聪明 就聪明 你叫我就聪明 安静这些人来就聪明 马接牧师心中独一无二的聪明 原名张聪仔是受尽欺凌的童养席 不畏流言嫁给马接牧师 跟着他走遍台湾 甚至迈向全世界 台北市立国乐团TCO剧院 与耀眼音乐剧团合作 推出原创国乐台语歌剧《聪仔开花》 以马接牧师夫人张聪明为故事主角 幕后推手就是知名导演魏德胜 我其实有研究过马接的故事 也曾经想过把它写成剧本 可是我在写的过程里面 我就发现她老婆好像更有趣一点 那个马接的太太好像更有故事 马接的故事感觉就是一个传教师的故事 可是马接太太的故事是除了传教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在地的台湾精神 然后到最后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精神的展现 所以我跟她提到这个故事 他们说可以的也OK 然后但是我回来说我还是能力上有问题 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说 可以去把这个东西给开发出一部完成 是一个电影的样子 那一直到前年那个国乐团这边找我说想跟我聊聊 问我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谈可以聊 那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兴趣把这个这个事情把它弄成一个音乐剧这样子 他搞不好还会是第一个台湾生产的歌剧 然后到海外寻演第一站就往加拿大去 然后再往美国去再往欧洲去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程这样子 也期待明年当疫情消失的时候 我们真正就可以往海外去把这个电影把这个戏 行销到全世界让人家知道透过一个台湾的宣教师到台湾的故事 透过他太太的精神在闯播出去 回到台湾又沉向世界 《冲仔开花》由荣获多座金曲奖作曲家李哲义担任作曲指挥 上和歌仔戏剧团团长梁岳玲编写剧本 要演艺术总监曾慧成担任导演 搭配北市国磅礴的现场演奏 呈现一出优美动人别具心意的国乐台语歌剧 彆江主声音室 彆江主唱音室 公演唱 Vadim 歌劇是一個西方文藝園的產物 所以在過去幾十年台灣花了很多的精神 推廣各式各樣的歌劇 你會發現其實一般的台灣人 並沒有辦法很輕易的很容易的去理解 歌劇主要傳達的 不管是文字或者文化 或是很藝術上的這些所有的細節 那我覺得非常的感佩 就是台灣台北市立國樂團連續三個 以台語來製作的這個歌劇 剛剛傳統的介紹 長安部會是第三部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點 如果今天在我這塊歌劇上 製作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藝術作品 我們自己的人民沒有辦法理解 這樣子的作品是沒有辦法被留下來的 所以我在做真部歌劇的時候 我想到的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演唱的過程中 用我們自己的語言 我們要讓每一個人 在不看字幕的動態下 就可以理解這方面所有的情感的傳遞 我想很多人在看歌劇的時候 會有一個非常就是說 應該說明顯的經驗 所以你要盯著字幕一直看 你才知道 你台上的演員們在唱什麼 我想這個對看任何一個表演 都是非常的困擾 所以長安部會這個歌劇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把我們的語言的特色寫在音樂裡面 希望絕大部分每一個字 大家都可以在欣賞的過程中 就可以馬上理解 除非你不會講台語 除非你聽不懂台語 如果你聽得懂台語 你應該要聽得懂每一個字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才會真正跟我們每一個台灣人有關係 那我在看完這整個劇本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我從劇本裡面知道 原來張忠銘女士 她在隱形堂先生1927年環遊世界之前30年 就是台灣第一個環遊世界的人 而且是女性 她在蔣忠銘年 在兩年呢 我用英文演講前50年 就在加拿大用英文演講 這麼大的一個女性 她幫助的馬傑博士在台灣傳到 或者是在學上幫助台灣人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 馬傑博士背負的一個偉大的女性 其實是我們現在 就是說在150年之後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 再真正的來認識這位女性 而不是只認識馬傑博士 其實我拿到這劇本跟這個故事 故事本真的很迷人 對 因為 因為就是要回到說 她實在太特別 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女生 然後 呃 然後 我們把這個故事 丟到我們的劇作家 就是 兩位男士的手上 她可以寫 她造了她的 其實她就造她的生命 開始往下寫 但是 她其實在裡面創造了三個不一樣 三個從來就是 沒有真實發生的角色 對 那 當我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第一個思考的其實是 那 現代的我 我也會繼續做創作者 為什麼出這個故事 她跟我們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 呃 然後 為什麼現在的觀眾需要知道 以前的這段故事 那所以 在這個創作的狀況下面 其實 我們 我們的創作團隊大概是 這樣子的角度切入 所以 大家看到台上的狀況 呃 是一個比較 比較 以淡淡的角度切入 看舊時候的故事 那 張聰明她其實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在那個時代裡頭 她其實是非常有 遠見的 很遠見的人像是 我知道我自己是怎麼樣的人 所以我想好多數我自己的生命 那 這件事情其實 對於在 對我來講 當我在開戴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好像 我們 所有在座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每一個都是張聰明 那我們都知道我自己 想要做什麼 然後 無論這個環境是怎麼樣子 我還是很努力的往前去做 那 在張聰明那個時代 他造 由於他的這樣子的 概念 他造就很多很多 當時想像不到的事情 就像他 學校啊 就像他自己不國小教啊 然後就像他嫁給一個 外國人 對 那他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 想要怎麼過 那這件事情其實推動了 推動了 就像 剛剛先生多少次說就是 就是 他對女權啊 這件事情 那我也把它放大 就看到說 所以 這個歷史現的這個人 他到底對台灣有什麼樣的貢獻 然後 可以是如此的 我覺得精采跟有任性 他非常的想要為他這個生活 做努力 那 希望大家可以準備去看一下這個故事 然後當然 裡面有很多很棒的音樂啊 然後很多很多 我們很棒的 台灣的歌曲的語唱者 然後 總共台上的人其實超級多 大概大概將近快70個表演之後 然後還有舞蹈 對 那這些事情都會串流在一起 張聰明在與馬街牧師結聯禮後 因熟知台灣語言文化與民俗習慣 成為馬街牧師的得力助手 更是台灣性別平等的重要推手 而今年適逢馬街牧師來台宣教150周年 搬演此劇更是別具意義 那張聰明 在她的人生當中 有很睿智的一些故事 譬如說 她曾經寫信給加拿大海外婦女宣告會 來提醒在加拿大的這些婦女說 請你們不要一直寄絲襪給我們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不穿絲襪 因為當時後我們知道 貧富族是不穿鞋子的 那漢民族又是我小姐 所以張聰明告訴加拿大教會 婦女宣告會說 請你們多關心我們 多幫我們擋放 不要一直寄這些死亡 所以從這些行為表達 除了看見她幫我們台灣人 爭取英勇的尊嚴 也同時堅持教會 應該要做對的事情 所以馬街牧師的學生 在評價他們的師父 也就是當聰明的時候 是用聰明又睿智 來去形容這位女性的人物 所以對張聰明女士來講 她不管是在教會 或者是在社會 她扮演的是一個鼓勵 或者是積極正向的一個代表 所以我們看見 在基督教的福音傳到台灣的時候 兩性平等 發展到幸運的平等 張聰明女士 她是一個女權很重要的一個象征 其實應該在2020年 也在去年 應該要有這一齣長安培根 但是好是多麼 COVID-19疫情的影響 在我們的演出活動 我們剛好順緣的一年 這一個北市國的TCOO劇院系列 一直是教堂叫做 我們策劃這個系列的起心動念 就是為了要彰顯台灣文化的人數 我們希望透過台語 國樂還有歌劇形式的結論 創造一個國樂歌劇的平台 讓你有很多的 我們表演藝術介紹好朋友們 把實力跟能力一起相互結合 那今年這一個長安培根 我們經過多了一年的成變 還有在那裡 今年我們期待它的發揮 它會更好 《沖載開花》台北場次 將於7月8號及7月10號 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大劇院登場 歡迎民眾請往欣賞 這出充滿台灣文化元素的原創音樂劇 記者李希惠台北報導